让漫画更精彩 熊熊动漫解说 数百年间 我从未遇到过身上没有斗气的人 不过对于善战的我来说 这些都不是问题 然而现实却出乎意料 数百年的武术精髓 在今天被堂堂正正地击败了 我可以感觉得到 那正是我一直追求而得不到的东西 那就是传说中的至高领域 还没完 我还可以战斗 我还可以变得更强 绝对不能让他把头肩回去 怎么会 我绝对不能在这种地方倒下 我必须变得更强 我要变得比任何人都强 变得更强 结束了 我们终于赢了 身体已经到达极限了 怎么可能 他的身体居然没有崩溃 没有了头 身体还在战斗 这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的 那家伙正在改变 朝着某种不可知的东西改变 战斗还没有结束 战斗还 碳智郎 晕过去了吗 他早就超过极限了 必须保护碳智郎 水之呼吸 四之行 击打潮 再生了吗 没有头居然还能这么快 我也到达极限了吗 等一下 我还活着 想杀碳智郎的话 必须先打败我 不需的精神 不管面对怎样的困难 都不死心 我们不是武士 但是心里却有刀 用的只有自己的权 博智先生 请住手吧